爹 怎么样 我这火虫在战场上 是不是可以所向披靡 夏儿啊 这究竟是何物 竟有如此威力 爹 这玩意叫火虫 是海尔导固出来的新武器 爹 你别看这玩意现在威力不大 但还可以改进 只是我现在手头没有好的工匠 所以想问问军械斯所在 要是有能功巧匠加以改造 威力还能提升一大劫呢 威力不大 还能改进 夏儿 这东西真的是你打造出来的 那是自然 此物太过强悍 万不可让他人知晓 爹 你放心 这东西太强悍 我自然不会轻易与人 那就好 那就好啊 爹 我说的军械斯 随我来 我带你去 爹 这是哪里 你不是想找军械斯吗 就在这里 这军械斯怎么在这种鸟布拉屎的地方啊 若不是有爹带路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在这 这里便是皇室的产业 京石中的布匹 丝绸 瓷器 铁器 皆出自这里 当然军械斯也在这里 打造军械 需要大量的矿石 工匠在城里可找不到这么大的地方 将这里最好的工匠带过来 我要问话 领命 上官 这位就是此地最好的工匠 老杨 这两位是金师来的上官 问你话 你要知无不言 小的明白 明白 不知道二位上官 找小人有何要事 这东西你能造吗 这东西不难 小的能打造 虽然不知道此物适合用途 但可以看得出来打造此物的匠人 手艺很是粗糙 小人倒是可以打造得精巧些 古代的工匠还真有两把刷子 都没有看到图纸 只是这么粗略一看就能仿造 这本事没谁了 那这东西你能打造吗 这个也能 这你也能 你知道这文艺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可大人绘制得很详细 给小人半个月 应该可以 上官 莫要小看了羊盘 他可是咱们这最牛的工匠 什么东西 只要看一眼 就明白了大概 您别看他长得壮实 他手可巧力 他造的木蜻蜓 还能在天上飞呢 哦 我大唐军血司 果然恐怖如斯啊 此物是 是什么你别管 能造吗 上官 此物有些复杂 我试试 他娘的 可算把你难到了 这你要是还能造得出来 劳资直接把自动步枪的图纸给你 你好好造 造出来了本家重重有赏 好东西啊 看似笨重 实则一肚子精巧 这三个管口是做什么的 好像各不相同 共用益穷 有趣 真有趣 二位上官莫怪 老杨就是这样 看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就吃迷了 他这是在想怎么打造来着 没关系 对了 这些时日 这些匠人的范事要丰盛些 想用什么东西就给 想用什么铁矿不要吝啬 我的这东西很着急 遵命 爹 这个羊盘可是个人才啊 您看能不能将它调给我用啊 不就一个臭工匠 值得仙这么大壶小叫吗 哈哈 行 既然你着急要 回头我给你携手另要人 只是你小子怎么对这些匠人这么看重 爹 人人都说这些是奇迹银巧 可是 咱们的生活 不正是建立在这些奇迹银巧之上吗 不是没人发现马蹄铁 据我所知 北疆的游牧民族早就用上了 那为何我中原大帝 天朝上国却至今没有用上 正是这种思想导致的 这些匠人可都是宝贝 用好了可抵千军万马 嗯 可恶 这小子不就是笔下的义子吗 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去寻仇 我父亲可是堂堂国舅 我姑母乃是当朝皇后 这才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为什么老子必须要害怕一个外人 这小子凭什么能取得励志的欢心 老子从小和励志玩到大 就没见励志笑得这么开心过 少爷 时辰已到 您可以出门了 少爷 您这是怎么了 情况如何 那小子今日可有何动向 回少爷 并无异常 那人今日出门去了 家中只剩下公主殿下和一个女子 那女子是什么身份 据小的调查 那女子和那人关系匪浅 哼 李佳仁啊李佳仁 你小子可算让我逮到机会了 去告诉太子殿下 今夜我给他送个美人 嗯 你怎么在家 这个点你不应该和谭儿在外面感激吗 你可回来了 出大事了 今天我和谭儿姐姐出门 不小心走散了 我都等了她好久了 都不见她回来 怎么回事 走丢了 不会的 谭儿这丫头有分寸 怎么可能走丢 那如果不是走丢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她平时也就是去买买菜 逛逛街 根本不会去更远的地方 你别着急 就在家里等着 我去找 回来了吗 没有 都怪我 我要是不去买那个唐人 也不会把谭儿姐弄丢 都怪我 都怪我 没事的 你谭儿姐那么大的人了 怎么会丢 估计是去买东西去了 对了 我说我想吃鱼来着 她估计是去鱼室了 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不要乱跑 李小子 干什么打扰我读书啊 孙夫子 谭儿没回来 我出去找找她 麻烦您看一下这丫头 小丫头 到爷爷这里来 我给你好玩的 瞎小子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 你们在家里待着 看着这小丫头别再丢了